出租车上 司机胖子喋喋不休地跟乘客说话 等到例行安检时 女警试图查看乘客证件 不过这哥们戴着墨镜始终一言不发 直到车门打开 墨镜落地 才知这家伙早已死 不能再死 5秒后 NCIS赶往现场 死者叫哈马尔 身上没有血迹 也没有弹孔刀伤之类的外力痕迹 看着像是自然死亡 司机表示 死者一上来就说要前往NCIS 但他上车时并没有受伤 只是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就像刚跑完不一样 还不时回头查看 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多异常举动 麦基在现场找到一张纸条 上面写有7个人的名字 或许这就是哈马尔 想要告诉NCIS的东西 吉布斯安排调查名单上的每一个人 其实此时的吉布斯 正接替主任担任临时主管 不过他对办公室的文字工作 丝毫提不起兴趣 所以听到有命案时 第一时间就全盘接手调查 进一步调查 得知死者哈马尔 现在是野门大使馆的一名园丁 平日里身强力壮吃妈妈香 尸检结果也显示 他的各项身体机能正常 不可能年纪轻轻就突然猝死 具体死因要等毒检结果出来 同时托尼对名单的调查有些眉目 名单上7个人中 已经死了5个 那是一份标准的死亡名单 不过死掉的5人中 有两人罹患心脏方面的疾病 要么是心律不起 要么是心肌梗塞 剩余人的死亡原因也不尽相同 要么溺水 要么车火 唯一的相同点就是都已经凉凉 当务之急 是找到名单上的两名幸存者 由于重名重姓的太多 托尼他们只能大海捞针一板 逐一打起了电话 然而时间不等人 也门的大使馆找上门来 索要哈马尔的失手 原来哈马尔的背景并不简单 他名义上是在大使馆打工 实际上他是也门首相顾问的儿子 来美国的真实目的是上学 只是因为签证受阻 才改变途径 没曾想却命丧美利坚 大使馆的人告诉吉布斯 哈马尔跟恐怖组织并没有关系 所以想尽快要回尸首 毕竟在美国人眼里 少数族裔往往都不是什么好人 吉布斯却坚持要调查 就这样一来二去 搞得吉布斯多少有些上火 毕竟调查毫无进展 现在自己作为代理主任 还得处理一些文件 这让他着实有些头大 吉布斯准备转变思路 从现有掌握的信息入手 首先是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司机 这哥们是一个老司机 也没什么不良犯罪记录 面对审讯 这家伙坦然面对有说有笑 完全不像犯了事的人 甚至连经验老道的吉布斯 一时间也找不到破绽 就当众人一筹莫展时 实验室里的艾比有了新发现 哈马尔的血液里 化验出了贝类毒素的成分 那是一种神经类毒素 只要极其微小的剂量就能致命 并且基本上不会被察觉 更主要的是 它不会对人体组织有明显伤害 即便中毒也不会有明显症状 可以说是一种投毒戾气 而死者哈马尔的胃力空空如也 大概率是死于含有这种神经毒素的药物 那投毒的人是谁 一开搜查的出租车室 一个黑衣人满头大汗 从汽车座位底下冒了出来 他一直偷摸藏在车座下 凭借自己的超级忍耐力 愣是没有被察觉 而他显然也是有备而来 身上道具齐全 手法也相当专业老道 破解密码 进入房间一气呵成 他的目标就是NCIF证务室 那里存放着所有案子的误证 属于调查处的重点 很快他就锁定了目标 那是一起正在申请中审查的案子 临时代理主任的吉布斯 也知晓此案 原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不过被告斯莱德的律师 却要求调查处复检弹道 他们质疑艾比的弹道测试并不准确 黑衣人之所以大费周折 就是为了吊包手枪 神不知鬼不觉地来一个偷梁换主 这样斯莱德的案子铁定要翻案 就当他要大公告成事 艾比却突然闯入 貌似是半夜加班的那种 好在艾比并没有察觉异常 他只是捡起来地上的一块小小的海绵 因为吉布斯已经答应放他离开 结果人都还没有走出调查处 艾比就将发现的情况告诉给了吉布斯 同时托尼和麦基也终于搞清楚 所谓的死亡黑名单 上面的死者看起来有两名死于心脏疾病 其实他们并没有任何联系 这份死亡名单的出现 是凶手的故意而为 他的出现仅仅是为了迷惑探员 误导他们的调查和审讯方向 吉布斯文言恍然大悟 赶紧通知Ziva拦截差点逃走了斯基 事已至此 斯基还想抵赖 不过面对黑洞洞的枪口 以及啪啪的几枪 躲在座位底下的黑衣人 吓得立马钻了出来 当然胖子司机对哈马尔是被谋杀一事 还是难以置信 表示自己仅仅是想挣点钱陪老婆旅游 是黑衣人说哈马尔的尸体 是从殡仪馆偷出来的 至于幕后指使 自然是想要翻案的斯莱德 哈马尔仅仅是他进入调查处的工具人罢了 只因为哈马尔是一个亚裔 生死对美国人来说并不重要 一切真相大白 吉布斯在主持工作期间 还指挥破案 日子过得还不算是枯燥 远在巴黎的主任珍妮也没有闲着 他再次接到了CIA卧底特伦特的情报 那是关于前一级上将的信息 老伙计退休之后隐退莫斯科 现在已经命不久矣 主任随即赶往莫斯科 因为一切对抓捕军火商的青蛙 有用的人和信息他都不会错过 前上将在冷战时期曾在华约国任职 还负责武器销毁等事宜 熟知军火买卖里面的是非 主任之所以找到他 是想让他指控军火商青蛙倒卖军火 对于主任的要求 上将却不以为意 他原本就和主任的父亲相识 并且坦言两人都和青蛙有交易 主任对此并不认可 毕竟自己的父亲在12年前就已经去世 生前虽然被指控收受军火商的惠勒 但主任不相信父亲会做这种事 随之前上将闻言笑了笑 说他的父亲不愧是一个老狐狸 想出如此一招杀手锏 这次本期故事结束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